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连线访问杨明大学副社宜兰医院的副院长 也是耳鼻喉科的名医张克昌 张医师 张医师你好 你好 主播你好 张医师我首先要请教一下 我听说是东方人比较容易罹患鼻炎癌 而且华人比较比例特别高 这是真的吗 是的 没错 您刚刚提到的金鱼低年薪 才得到鼻炎癌的时候才28岁 对啊 真的年轻 比中尾全世界以求往是36岁 那确实这是一个壮年人的疾病 50岁之间最容易发生 比例最高 那这个是叫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呢 尤其是长江以南 广东省最多又叫广东流 这比例真的很高 是 那在我们台湾发生的比例高不高 很高 大概每10万人口统计过大概7.7人 那美国才0.63白人 所以是12倍之多 日本人更低大概0.27 那即使是移居美国的第二代也比白人7倍之多 所以这个是种族基因的一个问题了 是 是 是 那副院长我还想请教一下 这个鼻炎癌它到底为什么会发生啊 是跟抽烟有关吗 我怎么看到有一些这个记录上面说 跟EB病毒也有关联系呢 没错 研究的结果呢 遗传因子当然是最重要的 那再来就是EB病毒的感染 那EB病毒的感染也是一个重要的因子 那环境因素包括你刚刚讲的工作环境的空气污染 还有久而多的吸烟者 那是不是小时候有多用腌制食物或者是咸鱼 跟我们的华人的饮食习惯有关系 那这个观念性也是有的 是 那这个刚才您讲到这个EB病毒 这个EB病毒我印象中它叫做接吻病毒啊 那这个为什么这个EB病毒 它会导致这个鼻炎癌啊 那它是会由像接吻这样子传染的吗 EB病毒其实我们90%到95%的成人都感染过 一般成人大概都有抗体了 所以我们一般人是有抗体的 是 那这个是接吻唾液或者是飞沫传染 就是体液交换有可能 所以又叫接吻病毒 所以也不要随便亲吻你的小孩子 尤其是大人不要 对对对 那这个我就有点奇怪了 我印象中这个癌症并不是一个传染病啊 那这个为什么会这个有传染性的EB病毒会导致这个鼻炎癌呢 只是要是因为EB病毒可以作为那个那个跟我们这一个鼻炎癌跟离霸害有关 那它证实说在鼻炎癌的患者身上那个EB病毒抗体有整钻集最终参考的价值 那这个钢体的效价的高低可作为参考 但是确立BMI的诊断人必须靠鼻炎切片的定理做检查 那BMI早期的症状是什么 BMI的症状其实早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 因为它藏在颅底的中央 那最常见的症状是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颈部有肿块了 所以一开始患者来求诊都是脖子出现肿块 那应该不会怀疑是鼻子的问题吧 那它鼻子会有什么会流鼻血吗 还是说会有其他的状况呢 那第二个就是说 第二个症状就是说 有鼻或痰中带血 这个已经是 这是第二个打足多的症状来求诊的 是鼻涕还是痰啊 鼻涕或痰 因为鼻涕会倒流嘛 哦 所以处痰会有血湿 大概是这个情况 那至于深圳鼻部的症状 你要等到鼻塞啊 浓鼻涕 恶错的分泌物 那肿瘤已经长得相当可观了 哦 那这种癌症有没有分歧啊 我过去印象中很多癌症都分四期 那鼻涕癌有分吗 一样 一样是分四期 那就是看你第一个 还是根据世界分歧的种类 就是第一个还是分一二三四期 那台湾在第一期第二期发现的比例 占了百分之三十 那发现已经是第三期第四期了 大概占了三分之二 是 那这个鼻涕癌的治疗 这么年轻的这些患者 像您刚才讲到说 许多都是青壮年的这个男性 就他有性别差异吗 有 男生发生的比例是三倍于女生 台湾目前一年的该是 一千二到一千五百个中间 哇 那其实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 非常重要的这个社会支持 那在这些青壮年的这个患者 他们得到了这个鼻涕癌以后 通常选择治疗 有哪些方式 那预后的情况怎么样 因为BMI它这一个癌症 它的组织的特性 对放射治疗非常的敏感 所以是以放射治疗为主 那尤其第一期第二期 大概以放射治疗为主就够了 不一定要加上同时的化放疗 化疗 那大概治疗的成绩在台湾是非常傲人的 大概百分之八十到九十 第一期第二期 五年的存活率 那即使是第三期第四期也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就是可以做 就是一开始 医生的通常的选择就是放疗 是 那这个放疗或者是辅助的一个化疗 它会不会有一些后遗症或不舒服 比方说像唾液 我听过人家讲说好像就没有味觉了或者是没有唾液分泌了 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会 因为放疗总计量要到期前左右 那需要进行七到八个礼拜 那放射期间当然有些风险 还是有副作用 那第一周第二周病人可能会感觉疲倦 味觉上失 那口水会变少 那吃不下 那到第三周会口干 那味觉上失 吞咽会疼痛 那有些人口腔会长美菌 那第五六七周到治疗的后期 副作用会长到高峰 那主要是喉咙疼痛啊 吞咽困难啊 皮肤会晒伤 因为它的范围除了鼻咽以外 还有颈部在附近的组织 都在照射的范围里面 所以它是整个头颈部都要照射到 是 那这个放疗或化疗 您刚才讲说 总共是八个礼拜 这个是一个疗程就八个礼拜 对不对 是 那通常一个患者 我们大概做了一个疗程以后 要休息多久再进行第二个疗程 还是说一个疗程就够了呢 一个疗程就是 这主要是照射的剂量 那中间如果一个礼拜会照射五天 那大概进行两个月左右 那中间如果副作用蛮大的 我们有时候会看领寡的需要 所以会停一个礼拜 让口腔黏膜比较恢复一点 是 是 破院导在做这个化疗或者是放疗这段时间 需要住院吗 通常如果身体状况良好的话 竟不需要特别住院 可以来接受来院接受那个放射治疗的事 就可以了 像您刚才讲到说在放疗过程中 嗅觉也没有啦 口干啦 也没有口水分泌呀 然后会不会有听力的这个损伤 或者是颜面的麻木这些问题呢 会因为这些是属于放射治疗的副作用的 长期的副作用 这是长期不是因为说化疗放疗结束了就好了 不会啊 没有没有没有 它长期的副作用包括组织 尤其颈部肌肉组织的纤维化 那再来长期的就是听力可能会受损 还有包括甲状腺也在照射范围内 可能也会功能会受损 嗯 所以这个听起来这个伤害性其实也是蛮大的 就是等于是你杀死了癌细胞 自己的自己的这个组织也会受损很严重 那有没有办法用开刀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而避免这个放疗的这个严重的后遗症呢 手术治疗通常都是在复发或局部复发 或者在颅底有局部复发的时候才使用 因为这个位置是在颅底的正中央 我们整个头部的正中央 并不是那么好进行手术 嗯 是 所以是作为救援使用的时候来使用的 哦 所以它跟其他癌症不一样 一般的癌症我们都是觉得说 应该是先手术然后再用化疗做辅助 但是鼻咽癌是刚好反过来 它是先做放疗化疗万不得已才做手术 是这样子的一个程序吗 是是是 是 那这个鼻咽癌它有没有转移的这个风险 它通常会转最常转移到哪些部位 颈部淋巴当然是最常发现转移的部位 嗯 再来远处的转移包括骨头还有肺部到肝上 这三个地方骨头肺肝就是最容易远部转移的地方 是 那通常就是呃这个复发的几率有多高 在您的临床上面观察 呃我们是通常都是两年内如果没有复发的话 嗯 大概在五年 80%如果有复发的话就再发生在两年内 嗯 那如果有超过五年的复发这个比例大概就比较低一点 大概五到十%左右 是 那这个有病史的患者哦 他日常生活中要怎么样来做保养才能够避免说 鼻炎癌的这个复发而且对于这些很不舒服的这个长久性的后遗症 有没有什么办法来做改善呢 当然规律的运动啦 正常的隐私 最重要是心情保持乐观啦 嗯 那积极面对啦 嗯 那当然很重要的是要定期追踪啦 因为任何癌症都有可能复发嘛 嗯 那前两年大概会是需要一到三个月 遵照临床意识 你的主持意识的指示 大概定期追踪 那过了两年以后会情况三到六个月就要定期追踪 当然定期追踪中间如果有任何不需要赶快回诊 那拜师强调规律的互外运动 正常的生活 嗯 是非常重要的避免 是 像刚才副院长您有提到说 其实这个这个种族的基因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家族里面有这个鼻咽癌的患者 我们需不需要像比方说像有大肠息肉的家族 他都要定期去做这个息肉检查 如果家族里面有人得过鼻咽癌 我们需不需要也要做这样子一个追踪 大概要从几岁开始做检查呢 呃 建议是说是这样 你如果是一等亲类的话 那当然 就知系的 有的话 嗯 知系的 那当然这个是高危险的避免因子 所以大概建议40岁以后 大概定期两到三年做一次耳鼻喉科的检查 嗯 是 所以就是到耳鼻喉科两三年做一个检查 确定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这样子比较放心一点 是 是 好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呢 呃 这个阳明大学副社宜兰医院的副院长 也是耳鼻喉科的名医张克璋 张副院长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副院长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李主播